近日,郭靖安以一身鼻挺西装亮相其主演新剧《金氏武林》的探班现场,神采奕奕,显然未受先前节目中提及事件的丝毫影响,展现出了自信从容的一面。 此次公开露面,是他自前妻欧倩仪在另一档节目中公开谈及离婚细节后的首次公众活动,自然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试图从他本人处获取更多内幕。 谈及欧倩仪的访谈内容,他回顾了2019年身体突发状况时的无助,尤其是深夜并发,却未得到伴侣应有的关怀,甚至被忽视至次日清晨的极端经历,令人唏嘘不已。 此番倾诉,不仅让他重新审视了生命与情感,也间接引发了公众对郭靖安形象的质疑。 面对舆论风波,郭靖安选择保持沉默,仅强调对于非识之士的零容忍态度,拒绝回应不识传闻,展现了作为公众人物的职业素养。 同时,欧倩仪在访谈中还透露了离婚后尝试与多位男性交往的经历,自称为一种生活实验,此举无疑加剧了外界的猜测与议论。 对于此,郭靖安回应称,既然双方已分手,欧倩仪的个人行为应由他自己负责,自己不会再介入评论,展现了一种成熟与释然的态度。 面对网友的广泛讨论,郭靖安收获了更多的支持与理解,而欧倩仪的某些言论,如倡导女性减少教育投入以避免婚姻难题,则引发了广泛争议,被指与时代观念脱节。 在这场舆论风波中,郭靖安以其低调与克制赢得了公众好感,而两人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也让外界感叹婚姻不易,更应珍惜彼此,尤其是在有子女的情况下,更应选择和平共处,为孩子营造健康的成长环境,追溯郭靖安与伴侣邂逅之初。 正值1999年,她重返TVB的舞台,彼时已在演艺圈展露头角。 因缘际会下,她因职业牵绊结识了初出茅庐的欧倩仪,两人间横跟着十五载春秋的鸿沟。 起初,她仅是她为寻常后辈,未有他想,而她的心中,却因她的成熟稳重与前辈风采而悄然生出了诸多好感。 欧倩仪,一位勇于追求所爱的女子,面对心仪之人,她毫不吝啬地展现自己的关怀与付出,从熨烫衣物到打理家务,乃至烹饪佳肴,无一步亲力亲为。 这份深情,终究融化了她心中的壁垒,使她敞开心扉,与她共赴爱河。 然而,爱情之路并非全然坦荡,年龄的差距让两人在观念上产生了分歧,甚至一度走到了分手的边缘。 2002年,郭静安提出了分手的决定,但欧倩仪的坚持与不舍,最终让她回心转意。 2003年,她满怀对安稳生活的向往,向她求婚,却意外遭到了拒绝,因她正值青春年华,渴望在事业上有所建树。 直至三年后,她才点头英云。 两人于2006年7月22日在香港迪斯尼乐园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仿佛童话中的美好场景。 婚后的生活初期,他们享受着彼此的陪伴与温馨,欧倩仪将重心转向家庭,悉心照料子女与丈夫。 而郭静安则在外拼搏事业,为家人创造更优越的生活条件。 他不仅在物质上给予满足,更在情感上细心呵护,营造了许多浪漫瞬间。 两人的生活在外界看来犹如模范夫妻般令人羡慕,然而婚姻生活的真相往往比表面更为复杂。 欧倩仪内心对职业梦想的渴望并未熄灭,他不愿仅仅局限于家庭主妇的角色。 这种不甘逐渐在婚姻中埋下隐患。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因家庭与事业的平衡问题产生了摩擦。 昔日的甜蜜背后隐藏着未解的矛盾。 郭静安曾在公开场合谈及求婚与婚期的延迟,透露出两人因职业规划与家庭责任的差异而引发的争执。 最终,虽然欧倩仪选择了妥协,回归家庭,但那份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与渴望却始终未曾平息。 或许,正是这份难以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他们婚姻的破裂,让人不禁感叹。 婚姻不仅仅是爱情的结果,更是两个人价值观与人生规划深刻碰撞的战场。 原本以为两人会像很多香港老艺人一样,一辈子手牵手走到老,结果在结婚18年的时候宣布离婚。 这次离婚新闻一出来,外界就有很多猜测,有说是女方的问题。 去年港媒就用化名爆料一对模范夫妻,由于女方在学校深造,被读书人追求。 于是出轨要离婚,男方用尽身家挽回。 当时大家猜测是郭建安和欧茜仪,到了今年两人宣布离婚。 关于女方出轨一事,就传得沸沸扬扬。 但要说出轨实锤还真没有,也有人说是男方在财产上的问题。 一个是房产,郭建安打拼40年,手上有近6000万的物业,但这些物业都没有写老婆的名字。 当时欧茜仪觉得物业上加名字麻烦,郭建安觉得死前应该把所有都捐出来。 两人意见达成一致,第二就是保健品生意。 郭建安这些年除了演戏,还和姐姐一起从事保健品生意,干得不错。 今年准备上市,港媒发现,两年前,也就是二人分居的时候,郭建安将自己的股份转移给了姐姐。 图片图片,关于股份仪式,郭建安有解释是因为公司发展。 至于财产分割问题,媒体只报道了婚姻期间的状况,而不是离婚后的状况。 最主要的是,女方压根梅思,女方曾经无所谓房产上写不写她名字。 这一次梅思,大概也和财产关系不大,吃瓜群众又具细巴两人之间的点点滴滴,发现问题早有显现。 郭建安说他们俩人对很多事情看法不同,女方有雄心壮志,想拼事业,男方则需要有一个人能照顾她,因此双方生活不协调。 一开始,欧茜怡在家庭上牺牲很多,当初,他们因为怀孕而结婚,结果女方在结婚之前流产了,最后还是按时完成婚礼。 在婚姻的悠长岁月里,欧茜怡始终坚守自我,未曾放弃对真我的追求,她依然舍弃了演艺生涯的光环,转而投身于烹饪艺术的探索之中,将满腔热情倾注于每一道菜肴的创制。 但是,历经数载不懈耕耘,她不仅掌握了精湛的烹饪记忆,还出版了两部广受好评的烹饪书籍,更进一步深造,荣获香港大学营养学硕士学位,展现了其不凡的学术追求与才华。 然而,这份转变与成长并未得到伴侣郭建安的全然理解与支持。 在她看来,欧茜怡的坚持或许会为两人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与摩擦,但她或许未曾深刻体会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无需全然依附于对方。 共同前行的路上,更应是相互成就而非单方面的牺牲。 关于财产的分配与管理的争议,更是加剧了两人之间的裂痕,欧茜怡对于经济独立的渴望与现状的无奈,让她在多年的隐忍后,终于决定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轨迹,选择离婚,以重启自我实现的人生旅程。 至于离婚的深层原因,唯有当事人才能明了其中的复杂与无奈。 这段长达二十六年的婚姻走向终结,令人唏嘘不已,同时也引人深思婚姻的本质与真谛。 婚姻,本应是两个灵魂的相互依偎与支撑,而非一方成为另一方的避风港或加索。 在婚姻的殿堂里,双方都应努力成为彼此可以依靠的港湾,同时也需甘愿为对方和家庭放慢脚步,共同承担生活的重担与责任。 此外,公众对于郭静安个人外貌变化的关注,虽属察于饭后的谈资,但也反映出大众对于名人生活的窥探欲。 然而,作为演员,更重要的是通过作品与观众建立联系,用精湛的演技诠释角色,而非外在形象的过分雕琢。 期待郭静安未来能带来更多触动人心的角色,同时也祝愿他与欧倩一个自安好,继续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绽放光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